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 用我的声音 一首歌只是希望你能听得兴趣 我只不过想 哈喽各位小伙伴 欢迎来到大音的频道 2000年到2010年间 迎来了又一波华语流行盛世 8090后的流行音乐审美 也正是在这十年逐渐形成 周邦领桃四位天王 奠定了这十年的华语主流市场 但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 同时期还有很多创造辉煌的歌手 不得不提 今天我们来聊聊黄金十年 另一位创作全彩 吴克群 一分钟唱阿渡的声音 就算火星 你都会变时期 你不在 我确实不要感应 周杰伦的歌 你唱他真的开心 吴克群当年有多火 2004年正是周杰伦巅峰的开始 吴克群也同样表现不俗 采访中表示五年超越周杰伦 其实很多人都在吐槽他的年少轻狂 但这也侧面反映当年吴克群的乐坛实力 想想如今周杰伦早已是半隐退状态 多年来没有哪个音乐人敢挑战他的地位 今天带应跟大家一起回顾 吴克群巅峰时期的五首歌 再次感受那个良性竞争的华语 原创音乐盛世 No.5 大舌头 2000年是个华语乐坛神奇的年份 众多日后的大咖都出道于这一年 吴克群2000年通过选秀比赛出道 出专辑演偶像剧 但似乎并没有掀起太多波澜 那时的歌手如果想脱颖而出 音乐就必须足够有创意 开辟属于自己的风格 2005年周杰伦发行十一月的肖邦横扫整个乐坛 吴克群也找到自己玩世不恭的音乐风格 发行个人全创作专辑大玩家 入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 代表作大舌头制作极具创意 开创了属于吴克群独有的音乐风格 有些要自我都要不清 要说什么都可以 就像我爱你 说说说说说 第一次中文字幕也我爱你 Sinon.4 错的人 切成为创作拳才不仅自己的歌曲要亲力亲为 华语天王们为其他歌手写歌 也成为了黄金十年的常态 比如周杰伦为其他歌手写过超过200首歌 林俊杰超过100首 吴克群也前后为别人写了30首歌 只不过从传唱度来说 前两位创造的金曲更多 2010年吴克群此曲创作错的人 为好友肖亚轩量身打造 成为了他情歌题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吴克群也在十年后重新演绎 成为影视剧插曲 太容易让自己沉沦 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 我太笨 明知道你是错的人 明知道这不是缘分 但是我还奋不顾身 No.3 爱太痛 这样一位音乐大玩家 如果只将编曲唱艺和演唱方式变得独特 显然无法在乐坛立足 情歌在任何时期都是流行音乐最重要的题材 吴克群的传唱经典也多来自正统的抒情曲风 包揽爱太痛的词曲唱编 甚至MV都是自导自演 吴克群将苦情歌也能演绎得淋漓尽致 内卷的华与黄金十年充满良性竞争 把想出头的音乐人都逼成了创作全才 不能不爱了 因为爱太痛了 我痛得快死了 却无法把你忘了 能不能不爱了 爱情它太痛了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 不能够 不爱了 No.2 将军令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 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应对 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 请你安静点 请你安静点 2006年前后 是华乐坛中国风爆发式大热时期 周王林陶都开创了属于自己风格的中国风歌曲 而吴克群也在这一年发行了他音乐生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将军令 音乐采样严肃的国乐名曲 并融入大鼓唢呐展现辉煌的气势 还加入搞笑的口气和声 歌曲主题与本草高木类似 只在讽刺那些重阳媚外的人 外国的月亮没比较远 这首歌决定了吴克群创作能力的高度 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将军最流行 他全身都平平 是西方人年轻 忘了自己现实归心 他满个check out的想叫他get out 我是个小兵圈的天使命 在你的世界学你说ABC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 清楚火雨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 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 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的分辨 请你安静点 请你安静点 如果说江军令决定了吴克群的创作高度 那为你写诗则代表了传唱广度 08年的街头除了北京欢迎你响彻四方 为你写诗朗朗上口的旋律也红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用儿歌小心性才样 逐渐引出音轮摇滚曲风 让听觉产生强烈的满足感 吴克群成为了华语头部阵营的歌手 离天王一步之遥 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为你我学会弹琴 为你失去理智 为你写诗为你情致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 随后因为自己身体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 吴克群似乎也随着黄金十年的落幕 而逐渐隐去锋芒 而如今43岁的吴克群也少了当年的锐气 但不变的依然是他眼神里对于音乐的坚持 其实也正是因为吴克群当年的年少轻狂 和对音乐无限的执着 才造就了那段流行盛世 让华语乐坛不只有周王林桃 好了今天就到这 你们的点赞评论关注很重要 我是大英 我们下期见 前前前前前前生一直走到最后 我们开心的梦游 前前前前前生永远是这今刻 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 有 İnan 他们ãy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um